欢迎大家收看小科子频道 今天大家早上 惊恐,很紧张 自己也不停想起上年 一个类似的经验,就是上年3月12日 就是这幅东西,这幅东西我一身难忘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说 最重要不是说我感觉很惊恐 而是说当天你做过些什么 今天有什么结果 就像如果正如上年 在那一段时间 你能够买几粒比特币 今天你的身家是多少 几粒比特币都百多两百万 简单来说,那一粒多少? 我当是五千元 五百中四十四万元 你买十万元,今天就变成一百万 所以我告诉大家 每一个帝柱像阴阳一样 你跌到最尽便会反弹 你升到最高便会反弹 我长期来说 这个阴阳的道 好像资金流入 是社会红楼 有时不可吹 不可以阻挡 我个人认为在这个虚拟货币上 但可能各位 跌得很害怕,很紧张 完全没有理会大方向和过去历史的经验 可以告诉大家 事不宜迟,今集内容说什么呢? 今集内容分开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比特币的价格 以及市场的气氛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Patreon的文章 最近出了几篇文章 我都有一些意思 我觉得都是一些大户 在后面玩东西 以及有些行为举动 即是玩东西、说东西、做东西 他们做了些什么呢? 待会再讲一讲 最后一部分就是和大家说 不同的入市的策略 和大家说什么位置 一个不错的策略 入市的位置 如果想早点看到这条影片 就加入Patreon Patreon除了会有最新资讯之外 亦都有Telegram群组的高手讨论区 亦都有每个月的Bitcoin大抽奖 大抽奖方面 那个奖金方面 未发放 太累了 但后一会发放奖金 今次不宜次 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去年的图 我说了很多次 这个图能够铭记于心 在什么时间做什么 就自己决定 看看第一个部分 Bitcoin的价格 录影时间是2021年5月19日 10月10点半 Bitcoin的价格是40800元 已经是一个低点再低点 我们由高位64500元 已经经过很多个防守区间 已经跌到最终的防守区间 由这个可能55,000 之后去到50,000 51,000 之后到47,000 最后了 43,000 已经突破了很多个界限线 可能去到38,000 都未顶 但那奪到38,000 又如何呢 奪到38,000 是否很多 或者是否很强劲的跌幅呢 之前一集都说了很多次 有些人都说 我懂得背了 我就是要你懂背 你懂背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到 这个电视是否激 是否刺激 是否接受到 是否接受不到 甚至是大 甚至是小 都说过了 现在看看价格 价格 每晚都很睡不着 每晚两点钟 很怕跌 最近都发生很多事 令到价格 有所谓的武功弄低 我们看看昨晚 昨晚的价格 这个图不是很好 我们来看看 Trading View Trading View 这是一个图 这个图 这个图是天天都红色的 而且短时间之后 红色令到大家很紧张 不过其实这些事情 不是没有发生过的 大家看看 上次用了11日跌了27% 现在用11日跌了35% 其实不是十分之金的 因为都是一个环盘之间的10-20% 今次突破了我们的一些支持位 在环盘向下 所以现在就是30多% 现在我想说的就是 去到这个阶段 究竟这些跌幅 昨天那集说了 不多了 都是算普通 等等 继续 2017年最多是30-40% 今次回到正常的跌幅 令到大家很紧张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 今次没有试过跌超过30% 你看看 之前这么多次都十几二十 一次跌超过30% 都很紧张 所以论跌幅来说 仍然是区间以内 但是如果跌过历史以外 如果用2017年的跌幅来说 跌到38,000元 就是由高位 我们用计数据来计算 就是64,500元 乘0.6 就会到38,000元 38,000元 是一个极之关键的位置 因为很多人都看过这个位置 但是会不会经过之前那几次呢 即是现在那些大户 看着你们的目标价而造市呢 一做可能做到36,000元 就会有恐慌性的抛售 他们可能又来一波的割韭菜 又可以来个低位集货 所以 这个也很难说 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入市价来说 这个近期这个入市价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对比起之前的回调来说 回调之后 都要来个急升 所以大家好好注意这一点 我们看回那个恐慌指数 恐慌指数已经连续低位 所以大家好好注意 在历史角度来说 连续低位是很少见的 今天报告的价是23 23是相对什么位置呢 一个叫做一年图 一年图来说 是未试过这么低 之而还连续这么低 所以近期的跌市 都不会令大家很害怕 仍然很开心 所以好像阴阳说 物极必反 现在是否一个相对上 危险 或者是安全点的位置入市 我个人认为是的 所以我个人都会 考虑再进场一点 我们看回 近期的几次跌市 无论闪跌也好 闪跌一万元也好 恐慌指数 都不是很高 最低都是跌到 37 31 和27 之后就回升了 看到市好一点 乐观指数 或者开心的话 即是变回一个开心点的市 而当中 现在的恐慌指数 已经是连续低位 123 4567 7日 也有人说过 低位 即是调整浪 每一次牛市的调整浪 如果是急插来说 不超过两三星期 所以大家要好好注意 这次是一个中期的调整 大家可以参考过往的经验 虽然用过往的经验去估计 未来 就未必每次一样 但是大家可以再来参考 就好像我们看回 大跌市 之前第一次 2013年的大跌市 最多都是维持在40日 有些8日6日就完成了 这个就是当年的大跌市的一些 跌的时间 我看回2017年 2017年跌的时间 有长有短 有些跌四天 四天跌30% 你没听错 就好像今天 几天跌那么多 其实都是很常见的 也看到有些跌多久 有些跌成过月 所以大家好好衡量一下 我们今次跌市 已经跌了多久 也可以用历史角度来说 比特币如果在牛市当中 可以跌多久 我们看回 我们由这个高位 或者由上一次跌幅 如果用最高的点来计算 最高的点来计算 是4月14日 今天是5月19日 大概跌了一个月 如果用上一次来说 34日 差不多到终点了 所以大家记住 一件事就是 比特币的历史 虽然用历史去投资 好像很白痴 但用比特币的 在比特币世界里面来说 就很有效 所以我都说一句 不能不信 不禁不信 小火之人 现在跌了这么多 究竟在区间上 是不是仍然是一个 正常的区间里面 有没有跌破某些位置 跌到歪了 我们可以看回一些图 我刚才发现了 有两个 有一个新的网页 有些图 我都可以分享给大家 首先看回一个 stock to flow model 仍然是 有些人说 跌得很多 跌得很金 但是仍然是一个 合理水平 我们看回2017年的牛市 都是有些歪的 这叫做回归线 就是靠一些数息 去计算出来 就是供求和价格的关系 现在我们跟2017年比 比上多年更好 上来歪了 就是升幅没有预期那么高 但是去到终极牛市的时候 一超过某个客人 预计数值之后 它就飙升了 所以每一次都是这样 这次如果不例外 可能去到再横一会 之后再弹升 跳过了预期的 8万元之后 可能终极急升都未顶 这个就是用 一个stock to flow model 去预估 现在暂时来说 用这个图来说 都未试过有什么差错 就是不会说 哎呀如果这里 横黄色横很久 又未见过 或者越来越高 这条市好多 很多又未见过 仍然是一个 合理的估计水平 所以大家 设计大使 拋棘了你 就算这里可能跌到 3万8万 也可能去到这个 黄色的位置 不是说 距离这个 我们的 合理水平价 距离太多 如果大家想知道 这个stock to flow model 说些什么 我看回以前的影片 我可以 那条叫做 E2F model 你自己搜索一下 这个是彩虹图 彩虹图 彩虹图在用回 2017和2013和今次的牛市当中 今次是波幅比上 多年少很多 你可见到吗 仍然会在一个橙色区间 横横上上下下下 如果对比起 这两次来说 你看中间 你别看这一格 这一格差很远 用回左手 再踢了lock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一格 相差很远 所以 仍然是一个 可能由于近来 新的 玩法 可能跌幅 没有想像这么多 如果有一次 跌回以前 那么多 可能很多人都未能够 接受到 亦有很多 新的人士 新韭菜加入 更加会令到 这个市场有些大乱 因为最近很多朋友 即上个月 很多朋友加入了 这个市场 到今天 他们已经没有什么 或者很紧张 不知道怎么做 但我对我来说 仍然是一个 正常水平 但是 心情始终都会有所影响 但是 如果你能够持续 玩这个Beatcoin 你玩得多 你就会觉得 这个游戏 每次都是这样玩 所以 不需要太紧张 就这么多 还有什么数据 分享给大家 有的 就是这个 这个网子 十分之好用 这个网子 可以看到几个 最重要的指标 第一个 这个bybt.com 可以看到 爆仓指数 看到大家 修炼了很多 之前所说的 柴犬币 爆仓事件 想知道 什么是爆仓 我看之前的影片 我都不解释了 总之 有些人玩杠杆输钱 输了 如果输了 最近最激的那次 跌多少 或者人们输多少 总体上 输40亿 是最高的日 现在是上当年的五分之一 仍然是有些人 永不甘心去玩杠杆 我也是那句 你要玩 没问题 少注意而情 而且都已经要输了 因为这些东西 根本就没得去估计 有得估计你也不用在这里 听我的频道 你自己估计到 我不是 很厉害 你坦坦白白 诚实实 和自己说 你自己觉得你能否估计到 如果短期估计到 你也不用听这个频道 而且 你玩几次 已经比李嘉诚 而且 即使你很想估计到 你肯不肯分身 你不肯分身 你也不会赚得多钱 也是那句 先玩移情 但我并不会玩这些杠杆 我觉得这些是偏局 大家好好想清楚 如果不是那些 那些交易所 起来做什么 你知道交易所 和你玩的那些演货 是没有钱赚的 他每天搞新的功能 新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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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想你去参加 那些杠杆 对战合约 因为那些他才有肉食 那些收肉费 和大数据 还有他也可能叫 不知道 我免得说这么多 总之他可能自己都落盘 看着你打 都没顶 看人数和额 都相对高位少了很多 8亿 和14万人 上当我们玩最金的时候 好像40万人 受害者爆仓 那玩什么币爆仓 可能不玩比特币爆仓 玩以太币爆仓的数额 可能有些人觉得 比特币跌得很金 买回升 又插 没有了 玩得那个杠杠配数越高 比特币的浮动越少 它就会立即爆仓 最近玩这个杠杠的人 都少了很多 所以市场上的一些 叫做 扰乱者 或者叫做新狗菜 被人好像那些 那些叫什么 青肠胃 那样清晒 剩下一些高手 和一些 Diamond Hand 强手 都留在这里 这个爆仓的图 自己再继续研究了 其实这个网上 还有很多东西 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自己小弟 都仍然研究当中 有很多东西 都会想看 我会看更多资料 希望 周围Patreon的朋友 或者看YouTube朋友 可以在币市里面 赚到钱 如果想看到最新的资讯 就提Patreon 只有2元一日 也帮助你自己的 不要说投资 可能多个渠道 知道一些资讯 让你自己行为 我那句 完全没有投资的建议 自己决定 我听到这些数据 就可能分开在Patreon 这就是图顶指数 这个十分之有用 用回来 对比上次那几次牛市 到了红色线顶 就应该属于离开 但我们仍然有一段距离 现在还要插下来 所以这个图暂时不用看 但如果你想知道 什么时候会有最新资讯 你自己加入Patreon 就会说更多 另外方面 还有什么平均线 200天平均线的热力图 仍然很类似2017年 中间的跌幅插幅插下来 完全是合理水平 仍然未到这个红色线 红色线即是终极红市 所以现在是完全未到这个 再继续看 好了 这个stock to flow model 不再多说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有人会问 就是一个 将这条线拉平 拉平之后 看看现在是什么位置 红色就是超买 蓝色就是超买 现在就是超买的位置 所以继续看一看 我稍后再和大家看看 这个是教大家 这个叫做 好易倍数 是说什么呢 红色区间绿色区间 当这个倍数 蓝色就是比方的价格 这个线 当去到红色区间 就是离场 绿色区间 就是入市 现在就没有指标 大概到这个位置 这些数据 我仍然要继续和大家 继续去留意 会和大家逐个分析 究竟这些团有没有用 这个说到这里为止 我说回Patreon方面 第二个部分 小火子 你现在有没有 建议给大家 也有没有 资讯给大家 现在究竟应该做些什么 我看看 这个就是 今早10点出的 已经退守到这个位置 已经不停 退守 再退守 由这个55,000 到50,000 到47,000 到现在 到40,000 急铁了这么多 跌了多少 37% 去到一个 合理的跌市水平 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 正正是因为 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 这个世界 就是 大部分估计都是错的 包括小火子 都会错 但是 错就不要紧 起码知道 你下次每一次 看到市场 有什么迹象 你都可能要 倒转回来想 那你就可能 成功机会就大些 例如 那股38,000 可能今次未来是38,000 因为大股也是看38,000 但是 如果你想想 又想到很乱 很长远 很混乱 所以我都会 和大家 一起讨论 这个继续了 今次来说 可能 有些新狗 看到跌这么多 为之一个很恐慌 但是 可能 对比起之前的三次 之前的四五次 跌幅来说 就是 比较多些 最多的一次是29% 可能今次 一买下去 就未能接受到 所以就有机会 就脱手 令到市场的 价格急跌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还有 最近出了很多新闻 都令到大家 很紧张 包括Elon Musk 玩东西 包括中国可能会 禁止Pitcoin 其实也不是禁止 一早说了 他说 大家想看回新闻 我看不看到新闻 先 找给大家看 这个 这个新闻 都不是新的市民 因为中国一向 都是不支持 甚至乎 有些地方 是不想市民去接触 包括虚拟货币 因为 如果大家都喜欢虚拟货币 一来就怕走资 二来就怕洗黑钱 三来就会每个人去买Bitcoin 升了 当然是有投资价值 对比起A股 和很多的投资资产类别 Bitcoin可能还很炒 简单来说 是绝对影响到 他旗下的国企 或者很多公司的利益 所以禁止封销 亦是无可口非的 但这个也不是今天新鲜事 一向都不被换 在中国 就是这样 这里也不用说那么多 总之 在他的角度 当然是以他的来说的 所以大家想清楚 这些新闻 第一件事就是 是不是新的新闻 第二件事是有没有新的发规 第三件事就是 有没有影响到Bitcoin的 长远发展 这个只是一个中期的 可能到时 这个地方不可以玩 但全世界仍然是 很多地方可以玩 到最后 有些地方是不得不承认 或者不得不采取这个行动 都要参与到游戏 因为市场上的资金 都是一停不停流动 如果你不能完全在里面 不过他不要紧 他有币安和货币 不说那么多了 总之 他都是叫市民不要玩 如果不玩了 就对他没有利益 也不是一个新的资讯 所以大家 无需要恐慌 这个新闻 这些叫做恐慌性新闻 FUD 令到别人恐慌 Walmart就没有买Bitcoin 昨天的报告就出了 小弟也昨天半信半疑 因为其实他也不是一个科技的公司 也未必要 曝这个风险 给这个政府挑战他 被监管他的税务问题 所以他未必会买Bitcoin 就是这样 还有我观察到最近有些数据 有些Bitcoin的流出流入的数据 显示着背后有些事情在发生 包括一些散户开始放火 开始害怕 相反 有另一边商 看到一些大型投资机构 或者一些公司 去买Bitcoin 也用我引生起很多想法 就是最近有这么多的消息 这么多的负面新闻 去Bitcoin 冲着而来 究竟背后一些 就是哪些人会得到最大的利益呢 究竟他们做了些什么呢 今集呢 跟大家讲完 这个就是小弟之前出的一篇文章 就想到 看到很多的资讯 一路路好像揭示出来一样 所以大家看到这条片 应该都是 十分之 就是叫做 幸运 因为小弟也做了少许功课 基本上大家自己想一想 都是那个价格是投资建议 也不是全部真实的 都是个人猜测 今天文章里面就讲 看到一些图片 先给大家看一些图片 这个图讲什么呢 就是 这个图就是 下面这个就是Bitcoin的价格 绿色这个就是 正流入交易所的数目 红色就是Bitcoin 流出所有交易所的数目 有什么意思呢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绿色这个就是 那个流入交易所 正常来说 为什么你有Bitcoin 第一件事 然后流入交易所 你想做什么呢 要不就是换其他币 要不就是放货 要不就是放货 即是简单来说 以近来的绿色的 peak 急升 有没有看到 每一次跌市都升的时候 想着的意思就是 简单来说 这班人就开始放货 那放货不就对了 那跌市不就放货 那你同时看另一边双了 另一边双 我也是说一句 正常来说 我们不说小货 那这些币出出入就很正常 那跌未必一定会放货 那么严重 那你自己就想想 在交易所出来的时候 或者其他地址 去转去交易所的地址 你要什么 你要两样东西 你要钱和时间 那简单来说 你不是想卖货 你在做传送都会蝕蝕 那就是大家想清楚 为什么经常都说 转出和转入的交易所 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因为转出转入 都是时间和成本 还有一个风险的 也有一些 就是价格风险 或者一些 安全性的风险 那这里就不说了 那我们看回另一个图 另一边双 看了些什么呢 Net transfer volume from to Coinbase 那么小货 Coinbase和All exchange 有什么分别 你大家想想 全世界所有的交易所 只有Coinbase 或者我反过来 有什么分别 你自己想想 这只Coinbase 这个交易所 和其他交易所有什么分别 它是全世界唯一 一只上市的交易所公司 是全世界第一只 亦都是全世界第一只 亦都是全世界第一只 受到法定监管机构 批准认可的一间公司 一间叫做平台 看看吧 绿色就流入 红色就正流出 那就是见不见到呢 近期是正流出的 正流出 也有什么暗示给大家 即是有些人 在Bitcoin 用这个在交易所买完 即是用法币换完这个Bitcoin 之后 再将Bitcoin换走 去另一个地方 通常可能换去这个Cold Wallet 有什么意思呢 要这样做 即是简单来说 为何要在Cold Wallet 这样走呢 用回刚才的概念 来说 正常人是不会用Cold Wallet 例如我们的散户投资者 因为Cold Wallet 因为Cold Wallet 手续费是特别贵的 还有呢 它的资账比较多 那些币比较少款的 正常无端端不会去买的 买的时候 都是机构投资者 简单来说呢 能够用到Cold Wallet 为何用Cold Wallet 大颜 去出这些币呢 我相信都是一些 机构人士 或者是 怕一些法规问题的公司 或者一些大户 相信 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告诉大家 究竟现在他们在做些什么 所以看回这里 弱手转强手 根本就是一些新手 可能感觉到很多消息 和很多急跌市的一些 人踩人效应 令到这些币 可以渐渐转送 为一个高手身上 所以呢 大家想清楚 意味着散户Panix Sale 大户吸货 再引申一个问题 咦 为何大户会看中这个Bitcoin市场 这里是全属自己猜测的 大家自己考虑一下 究竟是不是C 自己不是真的 那些人说 小多子 这些大户 怎会看得起Bitcoin 他们玩股市 玩债市 或者玩匯市 更加好 大家想清楚 第一个问题 钱就不嫌多了 第二个问题 这里是重要的 就是我刚才也说过 给大家听 市民都不是傻的 市民不是傻 就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 最近一些 美国的股票指数 标准普尔 纳斯特克 都不是很移动 也都去到一个相对低点 就是市民去那里玩的时候 你哪有韭菜割 市民都知道股票现在太高 那楼呢 就是相对上 大户都难以进入这个市场 因为楼市的控制比较难 因为很多税项 或者是投资额都大 所以都未必会进入这个市场 那么债券 亦都很大会见到 那些省户都不太喜欢债券 你看到那些息率不停上升 都不会走去买 因为那些息率都追不到通胀 今天就不会升的了 简单来说 很多的省户都转投一些高风险的投资 包括利比特币这些投资 简单来说 我个人认为 如果我是一些大国 或者是一些投资者 想玩 想割韭菜 武功弄低 那当然是一个新兴的 吸引力大的 市值小的 还有呢 因为这些新兴的投资产品 那些人通常都是新进入 容易受到消息影响的 那如果我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 分一杯羹 能够操控到的时候 我便赚一骨 但是始终来说 你不是这个市场来说 的一些高手 或者你都没有货 亦都没有一些资讯的话 根本你就控制不了这个市场 那所以呢 可能最近这班人 就联合一些名人 我不说谁 EXEM 虚拟货币是更加吸引到一些散户去玩的 那这个市场更加小 更以操控 成本较小 再加上 告诉你那个额度不小 每天爆仓爆40亿一天 那股市他们都未必赚到那么多 那所以呢 大家好好想清楚 自己又没有货 但是呢 又没有资讯 难以进行市场 所以呢 起码要由这个便宜货入手 那所以呢 可能和这些 Elon Musk 或者很多的 金融的机构 或者资讯的 新闻中心呢 下手呢 这个遮一遮不关 可能 可能这些人 我自己说而已 但是纯传算熟 自己猜测的 今天看中这个机会 加上呢 很多的新闻消息 一次工出来 亦都唱衰Bitcoin 说旧狗币先 为何Bitcoin 是金融的金 为何旧狗币不行 你们这些都是一些 虚幻去创作出来的 那我作为旧狗币 都是一个世界中心 又省电一些 又多人用一些 又受款盈一些 等等等等 他唱衰Bitcoin 令到Bitcoin 有更加大的回落空间 近日有很多消息 自己找回了 又说这个监管 又说那个 买Bitcoin 最终没有买到 Tesla的友仔 就说有买 没有买 但出但入 就是这样 令到可能不停丑化 这个Bitcoin的市场 最后呢 就令到自己 即觉得这个Bitcoin 和旧狗币 和鲜币 柴犬币 都一样那么差 怎么会按下 那么多柴犬币 那么多繞币 产生出来 就是想可能 令到觉得 这个世界很多币 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炒的 跟Bitcoin一样的 那一定是令到 Bitcoin的形象 和机石 令到人的感觉 都会有动摇 最后呢 自己从中集货 即是出个消息 跌了 自己入回 即是这么说 出很多很多消息 跌到很残的位置 又入货 分几注 可能他会务求 令到四万元以下 都入货 这个久而久之 成为市场的大户 能够成为市场的大户 就会为所欲为 好像股市一样 好像那些 即是股市 长期都没有钱赚的 也都跟大家 咳咳咳 咳咳咳 咳咳咳咳 也都跟大家说一句 就是 即是投资每件事之前 看回 这个世界最容易赚钱的人 那你就走去做就可以了 就好像 香港的 你买桌子就会发达 其实你买桌子就可以了 那有没有见过 买股票的人会发达 就没有的 所以今时今日的比特币 仍然是这么多人发达的时候 但遲些就未必这么说了 因为如果有很多大户 进入的时候 就可能有机会被人玩烂 市场 亦都会受到这个消息 大户所影响 令到这个市场 就会有机会 根本面有机会改变 就是这么说了 所以大家就好好注意 有些人说今年的牛市 就是最后一个 比特币世界的牛市 其他牛市 就可能变回股市了 大家就自己 考虑一下 多一个句 这些大骷髒 如果最后比特币玩完 的话怎么办 它用少少钱而已 值得博的 但如果比特币真的成功了 自己也有份 这个也是 自己纯猜测的 自己想想 究竟是否真的 多一个句 这些都是个人猜测 纯阴谋论 没有实质的 证据 大家就自己参详一下 今集长了一点 都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近买电视 一些 背后 我觉得是正在发生的事 也是 用回历史来说 现在是否一个 好的入市价 我也觉得是的 如果真的想入市 现在就很趁早了 我有介绍很多 山寨和比特币的 不错的选择 大家自己行为 什么价位入 如果想知道小弟的建议价 就可以入Patreon 另外 最后一个方面 就是给到 这幅图有趣 这幅图有趣 这个是个朋友 拿来玩的 鲨鱼咬着脚 究竟会被大鹅吃了 我自己想想 但是 总之 一句说话 说买现货 stronghold 其实就不会输 那句畅言来说 在历史里面 最多 在这个价格 维持不变 或者是 历史角度来说 你藏的银子 基本面来说 投资没有出路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选择 这个比特币 或者是 抗通胀的一个工具 如何令自己可以 stronghold 其实简单简单 买现货 不要杠杆 不要借贷 持续有收入 控制注码 可能两成 玩比特币就可以了 多做功课 看历史 看历史数据 看小伙子 和Patreon 或者Telegram的高手 去分享自己的心得 就是做事 兴趣 家人 朋友 所以呢 有些人说Dapp hold 没有理想象中那么容易 如果hold容易 每个人都发达 就是 买比特币 赚10倍很简单 你试试玩一次你就知道 你玩成功才跟我说 那我们 今集分享差不多了 好好记住这个图 上多年能够做到什么决定 今天就有什么结果 那我们今天分享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大家点赞和分享 给一些 刚刚玩比特币的新手 看看这条片 究竟 什么为之害怕 什么为之不害怕 什么为之有人搞事 那需要不需要理会 那自己想想